我发了 只有黑色的衣服 家里有吗 家里有 没有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你来的话我可以准备一下 不好意思没忍住 老板你是男人吗 你除了是我的心上人 你还是男女人吗 我杭州人 怎么了小姐 有什么想法吗 杭州人 有想法 要不你以后变成我家人吧 可以啊 我可以当你的爸爸 这有啥的 你可以当我的家人 可以当我的家人 比如说什么好大人 好什么 你再说一遍 我现在就去笔情APP 给你来个差评 你信不信 我错了 小姐你有什么 你的收藏爱好 收藏爱好 喜欢收藏一个什么 丝袜呀 你还收集丝袜呀 你我看你都没穿过 你喜欢看别人穿 我也喜欢 如你穿 我穿了 小姐你再说一遍 我都呢 这边又给你来个 技而变党小姐 不要逼我动手啊 说什么火狼之词 你要穿色爱给我看吗 你穿过没有小姐 我不经常穿 不经常 我可以穿 那我要 你懂的啊 我不懂 你要来吗 你上我家吗 其实我是成都的 你说句成都话 我听听看 小姐 了得 你好像个包子 我再夸你啊 你再说一遍 小姐 我发现你很皮啊 谢谢小姐 我才夸你啊 我发现你很调皮啊 小姐 你死我的心 你死我的肝 我等下打完这碗 我就去 比心给你来个小差评 为什么 我都说你是我的心 是我的肝 你还要给我差评 个人干的事 你就是一个都不太站边的 薄皮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很无价之宝 哦 那你也是薄皮龙 小姐 你也算薄皮龙 卧槽 你是蒸菜去啊 你要不要找个劳作一下吧 有吗 我找个劳作一下 我为什么要找个劳作一下 打了菜 打了菜我有罪吗 我有点紧张 主要是声音太好听了 给我发张黑色照片 不然的话 立马赶紧来个五瓶 没事 我不是听过了吗 你也等着你 我认识了 他在这一周 那个我认识 就发了什么 你能够找个劳作啊 或者是什么 我们是个人呀